台南三上里这个格林的中博 应用古早早来学这个营营茶 非常不可以在学外国 而且还要求到三上国中的学生 做回来又如何无味 只能能跟正在外国里面学 可以做这个世代共用 做回合适、做回动路 在三上国的微信所 也为我们的中博来调整的配方 他们在外国里面就加一点点的倉比 来降低中博他们的质量 我们去三上里社区来 一早早六七点 就有社区格林中博 用到古早早上烧到营营茶 没有用在在炊花贵 平时在炊花贵过程中 也要邀请三上国中的学生 就会向社区阿公阿嬷来学生 如何无味道 能让整在我来来炊烧 就能做新在地传统古早味的花贵 香茶比较有那个香气 你跟辣椒比较软的火 不辣了 这辣椒比较软的火都会烧 那我们用什么茶 用营营茶 奶芝茶 要抽多久的时间 30分 30分就可以了 要这半小的 这半小的 要这半小的 这半小的 这半小的 三上区卫生素标时 就有格林优先外地 计划三上区農会 三上国中 这位邀请社区柯林中卫 来奔向炊粿的过程 可以保留在地古早味的好住味 都是可以营造 世代共浪 这位核心 这位共禄 为家庭和世代之间 连结温暖的酵牛 并且为中卫的调整配方 在外国家里一点的测试 来供给中卫吃些负担 我们社区的这些长者 他们一些庶民生 他们也是上面传一团传传下来 所以这个有在地的口味 传统的技术 所以那种 给小朋友今天来看 我想会有相当的意义 他们可以主动来协助他们 然后从中来尊重长者 然后接纳长者 那长者也可以 可以借由这样的活动 把他拿手的技巧 然后跟这些小朋友来教导 他们也可以重新 就是自我实现 然后认同自己的价值 另外在外国中 参与卫生素 和安排感慨 中部的营养健康改良 但是使用各人中价 包括权料 运用和健康条件方式 借外国让世代了解老 不怕老 接受老化 来提供民众 对世代荣害领受 记者 肖建伟参与博 参与博德